港台體壇一二三 最朝香港及國際體壇 和你一起緊貼體壇盛事 港台體壇一二三 今天我們港台體壇一二三 都看到這個新景象出現 昨天阿勤和鍾志光、鍾仔Sir 開了光, 鍾志光來開光, 對吧 今天有阿勇姨配上洪蟲任, 重哥在這裡 看到…很漂亮, 重哥 我們今天… 無論… 對, 背景上, 你可以看到 變成很漂亮的顏色, 很色彩 之前那個白色、紅色 加上主色、藍色的色調 就會覺得那個感覺好像冷一點 冷得來, 形格調一點 但現在我覺得形得來 帶多了一點色彩和甜味在這裡 不知道重哥, 你的感覺如何 我馬上年輕了幾年 是嗎? 感覺年輕了幾年 是, 今天一進來的時候 重哥都說, 新的設定 可以進錯房間 立刻想離開, 是嗎? 看到韻兒在這裡 應該沒有進錯房間 沒錯… 還有, 前面我們做事放的電腦桌子 也有燈, 我覺得整個感覺 進來真是領色不同 容許我在這裡說一說 那些同事設計的漫畫 真是… 很漂亮, 開頭的時候 是不是很瘋? 是, 大家如果聽了三機的朋友 當然, 待會可以四點半的時候 留意了, 直播的時候 看港台電視三十一 又或者晚一點的時候 上網上重溫也可以 重哥, 好像我都很久 還沒在節目裡拍過你 是… 那最近你除了單車 也繼續去游泳之外 是, 沒錯 有沒有留意什麼運動項目 或者活動呢? 我相信在香港近期的最刺激 就是七人籃球 是, 七籃球, 很多人 熱鬧, 很氣氛 也聽到很多飲食業 特別做酒吧那些 生意就很暢旺 而且令銅鑼灣區一帶 非常熱鬧 是, 聽到訪問很多一些 剛才你說的酒吧 或者飲食消遣的地方 就說生意額比平時多了五成 其實也很開心 因為自疫情過後雖然復償 但是也看到有些晚上黑的時候 前陣子大家一百萬人 有多去了外遊的時候 是 你出去, 雖然我們就留港消費 但是那些就不用逼 但是看見真的好像少了一些人 也很擔心做食肆 或者做一些生意的朋友 可不可以圍堵本呢 我當然想他們可以繼續經營 但是如果真的生意少的時候 也要想想想辦法 對, 而且我有時看英超 那些足球或者意大利的聯賽 其實就很羨慕入場的觀眾那種氣氛 是 我覺得就在這次七人籃球的賽事裡面 就是將那些打聯賽的氣氛 帶了進來香港 我就很喜歡那種感覺 正如剛才所說的 我是非常羨慕 就是那些現場觀眾的熱鬧氣氛 希望可以香港不同的總會 就搞一些大型的比賽活動 可以吸納更加多人來到香港 去觀賞一些國際性的比賽 令香港的氣氛變得繽紛 對, 繽紛, 又繽紛又開心 沒錯 這個時候我們繼續 像我們這個幕後的背景一樣 身後面的顏色一樣 持續地開心繽紛進入運動社交圈 運動社交圈 運動社交圈這個片頭也很棒 我眼睛如剛才那樣 瞄著那部機去看看 看到有很多不同的球類 出現了在運動社交圈的片頭 有籃球, 應該是捉籃牌 妄語兵也有齊了 不知我有沒有數多了 或者數漏了 重哥, 今天在社交圈裡面 不可以不說了 今早上行政長官在行政會議之前 就宣佈了一件 聽到我們都拍爛手掌的事 我想很多香港市民聽到都很開心 就是政府扣入2024年7月舉行的 巴黎奧運的電視轉播權 以及巴黎殘奧的轉播權 所以大家到時也可以透過營哥幕 感受到這個賽事的氣氛 對, 這件事可以說是今天一個最大的… 對體育界來說的… Big news 對, 最大的一個好消息 亦都令到我突然想回到2021年 當時大家都知道香港的環境 其實都不只是香港 全世界都是因為在疫情的困擾底下 令到東京的奧運也延遲了一年 大家都好像心情鋪切一般 幸好就是有一個叫做東京奧運 而最特別的地方 當時政府就買了那個播影權 令到每一個電視台都有直播的賽事 令到市民去觀賞 在我這麼多年裡 這樣的情景都是第一次見到的 對, 沒錯 因為我覺得是有幾樣東西 剛好撞在一起 真的香港運動員有好的成績 在那個賽事裡也表現出來 而加上有這個轉播的時候 大家的投入感又增加了 而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大家可能不能外遊 沒錯 幾件事天時地利人和正所謂 拼合的時候 就造就到香港市民 在觀賞奧運賽事的時候 那個為香港隊打氣、加油 那個熱情是投入了100% 我覺得簡直是 可以說是當時來說 真是一個叫做天時地利人和的結合 如果回想之前的 那麼多屆奧運會裡面 那麼我們在第一次就是拿金牌 已經是數在1996年 那時亞特蘭大 亞特蘭大奧運 奧運的一個記錄 是不只一個項目或者一個運動員 是拿獎牌 那就是在說 所以大家都要知道 為何這個體壇一二三 是怎樣出來的 一金兩銀三銀 沒錯 這都是別具意義的 那當時可能運動員又餓了一年 又有足夠的時間準備 那再加上 因為那個地區的關係 因為大家都知道 東京和香港的時差 是非常之轉的 一個小時而已 所以在當地進行一些比賽的時候 香港的觀眾也不需要熬夜去看比賽 令到更加投入 再加上疫情 每個人都沒有什麼機會出外 就是因為買了這個轉播權 而能夠令到每一個電視台 都可以能夠報道這個賽事 真是令我回想起 我突然想起也很難忘 是啊 因為你想想 當時譬如有些大型商場 有些不同的地方 都可以看到一些精彩賽事 你沒見過這個畫面出現 就是很多市民注足在這個商場 或者在茶餘飯後 都在談論各個運動員的表現 跟他們打氣 而運動員 你知道了 過去這個節目做了六百多集 請到不少的運動員上來 亦都不少參加過東京奧運 他們都說 原來真的感受到香港市民 一起跟他們並肩作戰 那個心我們叫做 重哥你真是運動員 那種的心紅 是會令到自己參與賽事的表現 我覺得真的提升了很多 對 根據很多的社交平台 那些運動員可以表達他們的心情 他說原來他們一邊就是去比賽 雖然承受一個很大的壓力 但是原來就知道 原來全香港人一起陪著他 去看那場比賽 所以就令到那些運動員 就是被認同的那種感覺 是特別強烈的 所以那些運動員 都在承受一個巨大的壓力底下 裡面都盡量在每一次的比賽裡面 都能夠發揮到自己的成績 而在我這麼多年 說到電視傳播的一個權力 就是那個權力 就是說以前就是一個電視台買了 然後就要… 獨家 對 他有些分法的 就要做多少小時 比其他電視台少許 是 你知道了 奧運節目是說二十幾個大行 說幾百個小行 如果我們作為一個觀眾 根本上你很多的比賽 你都沒有機會可以看到 是啊 但是由於所有的電視台都可以播 由他們去決定播一些主流的運動 有些冷悶的運動 在其他的電視台裡面 都能夠看到 對於觀眾來說是很開心 是, 所以今天我們就說 極致地興奮和極致地開心 因為政府都說了 民體女局已經跟無線電視 開電視, 接著ViuTV 和港台都達成了整個安排 細節會慢慢再公佈 所以大家到時記得要黏著看著 當然我們港台體騰1、2、3 都會密切地去跟進 整個芭蕾奧運的精彩過程 但是說到了 今天真是特首說的時候 就說我們就有這個轉播 而其實這屆芭蕾奧運的 轉播權的費用 就比起東奧的時候 更划算 那我就在想 其實怎樣去離定這件事呢 究竟是不是好像我們平時說 去吃海鮮那樣是海鮮嫁的呢 重哥 顧顧一下我們 我相信都是每一屆都是一個獨立的 真的可能是海鮮嫁 不知道會不會 這個是我估計的 就是因為以往每個電視台都是爭的 因為我們經歷了上一屆 是沒有人爭的情況 在裡面獨家 就是由政府去買了 然後再分給電視台 變成可能這一屆 就是各大電視台 都是有這樣的盤算 變成我又不敬佩 你又不敬佩 可能巴黎奧委會那裡附近 糟了你再不買呢 先把電視框披露出來 這樣排一點 不知道會不會 這個是我估計的 另外還有一個說不定 說不定是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 這個根據一些電視台說 其實晚上做 就變成不是一個黃金時間 對於他們來說 就可以透過晚上多些時段去播 但是相對那些廣告 可能又賣多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在商業角度去看 怎樣去計算轉播費的時候 應該是每個地方不同 可能同時區的話 劃分要貴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 跨時區或者GMT那些時間 不知道加多少 但是可能大家要捱東西去看的時候 那個可能會比較便宜 這個我覺得絕對是一個因素 有機會的 還有這個轉播費 對於國際奧委會來說 是不太大的收入 對不對 沒錯 下手都幾十億 希望大家也繼續支持我們香港運動員 支持巴黎奧運, 衝衝衝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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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運動Emma 我是Nathalie, 張學營 今天在我身邊的 繼續是新興運動協會創辦人 黑豬Sir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之前黑豬Sir 說了很多關於躲避盤的知識 讓我們知道 其實躲避盤的比賽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是友誼第一 對, 比賽也是第一 對, 所以比賽中如何贏得對手呢 其實就是要令人出局 是 就是要攻擊人 攻擊 對, 就要打中人 好, 那我們今天是不是學攻擊 我們就學攻擊了, 來吧 好, 馬上來吧 這東西軟軟軟, 像帽子一樣 看看 漂亮嗎? 這個挺尺寸的 對, 黑豬Sir, 究竟這個是什麼 其實這個就是躲避盤 躲避盤其實是一個 飛盤運動下的一個器材 其實我們看到它有27cm的直徑 其實它是一些尼龍 包著一些特製的海綿 造成這個飛盤型 這個躲避盤因為軟身 所以它飛過去打中人的話 它就很安全地不會讓人受傷 躲避盤 很容易做的, 先試試看 看來你挺準確的 躲避盤其實應該扔隊友的 對不起 雖然不是扔隊友 但我覺得不如這樣吧 我們找專業的教練教你, 好嗎 好啊 對 今天非常榮幸可以請到 新青運動協會資深教練 胡子鵬, 胡Sir 教我玩這個躲避盤 你好, 胡Sir 你好 你有沒有擔心我當你的學生 當然不擔心 剛才看到你這麼精準 選擇的黑豬Sir 加上我們用它這麼安全 我們用泥濃泡棉整成的 沒有任何殺傷力, 不會受傷 所以一點也不擔心 好, 那就立刻教我玩吧 可以 我從頭開始教你 從握盤的動作開始教你 好 我們有字、有顏色這邊 我們會叫盤面 首先, 拇指放在盤面 對 另外四隻手指, 扣緊盤面 中間手上心對著盤面 是陌陌的, 對 拇盤之後, 到站姿 站姿, 我們會側身站 拇盤的肩膀會對著目標 對, 盤面可以放在吐匙 或者胸口的位置都可以 之後, 我們向前畫一條直線 最後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我們會向前做一個敲門的動作 到最後放完盤之後 會指著目標 對, 我們慢動作 來一次, 來 畫一條直線, 敲門, 放盤 對, 那我們嘗試一次 好 船就搬出去了 來, 預備, 一二三 反手是我們袋臂盤 最基本的拳盤或攻擊技術 我們還有一個比較困難的技巧 就叫正手的拳盤或攻擊 對, 一樣 有橫色有字, 我們叫盤面 然後拿出手, 會有手指槍 彈彈彈彈的 三隻手指 對, 三隻手指 你看到這裡有L字形位 對了, L字形位 我們把盤打滑放進去 是 拇指一樣在盤面 另外兩個手指 盤面 對, 黏在盤面上 盤面上 對著目標 現在反過來 沒有握盤的肩膀, 會對著目標 對了 是 手掌心對著目標 我們這次一樣 把盤放在腰或以下的地方 是 橫向出去 動作 由手肘、前臂、手腕、手指 握出去 是 手肘、前臂、手腕、手指 握出去 來吧, 我們嘗試一次向前傳 預備, 一、二、三 虎Sir, 你好像很厲害 不如讓我考考一下你 這是九宮甲 我說哪個數字, 就扔哪個數字 可以嗎? 可以, 挑戰一下 準備好了嗎? 再等一會 先把我和蛋藥 你很多蛋藥 是啊 我說得很快, 開始吧 四號 九號 六號 五號 七號 一號 三號 二號 八號 差一點點 要測, 沒錯 你一定太緊張了 因為你已經碰到邊緣了 這次又到我的數字 到你丟了 看看你這次的成績是怎樣 預備好了嗎? 我先預備好 好, 好, 預備好了 來吧, 儀步第一個數字 三號 飛光了 五號 七號 四號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也不是很差 十分好, 還有一個也能中 淨手反手也學了, 遊戲也玩了 其實淨手反手在真正比賽中 是可以怎樣運用的呢 我們比賽中是有一個重點的 重點就是我們怎樣可以令盤 保持著在我們隊伍中 保持著去進攻 正手反手的主要用途就是 看你打的目標 究竟打的位置要去哪裡 反手的作用呢 好, 你就要拉高, 容易掌握一點 但是, 盤的方向 打中人之後, 去哪邊反射呢 就要靠你用反手 或者正手的出盤角度去調整 又來到每集的Hash tag的時間 今集就學了正反手的攻擊 我的Hash tag就是 面對攻擊的時候, 千萬不能退縮 你呢? 十分好 我的Hash tag就是 想知道自己翻譯如何 我們比賽場上見吧 我們下集再見 再見 不得了… 歐韻兒相當期待這個時刻出現 重哥, 你知道嗎? 我本身真的很欣賞女子運動員 尤其是玩籃球 我覺得他們除了有技術 就是戰術、體能 好像雷博士那樣說 技術、戰術、體能、心理 這方面都是相當強的 這個組合才能組成一位 籃球運動員出場 所以我們今天很厲害 請到這位朋友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香港女子七人籃球隊的隊員 陳楚琦, Steph 你好, Steph 你好 你好 剛才我說真的 譬如有其他運動項目 我覺得技術多一點 體能可能未必要最強 都會很好的表現 但我覺得籃球是真的 技術、戰術、體能 我覺得反而是第一 你自己如何排排 技術、戰術、體能、心理這件事 我會覺得如果是七人 我會覺得體能也要排排 對, 真的要很強 對, 第二件事可能就是技術 對 但我覺得另一件事最主要的 反而是意志 對, 因為我們七男不是很短時間 對 就是一個很… 一瞬間 對, 一瞬間 如果突然做錯一些失誤 對, 那一瞬間可能就會輸贏 輸贏的關鍵就可能在那裡 對, 所以…對 對, 心理質素也很重要 我非常同意, 意志 還有別介意, 我有一點偏見 因為我覺得女生的艾虎 如果我們從一個男士的角度來說 沒有那麼強, 是不是 不是, 現在心痛一點 好的 對, 變成你們玩的不是開玩笑 撞來撞去 是, 但這件事 真的完全不需要擔心 因為我們訓練裡面 就已經包含了這個日曬雨林 所以以致其實已經在那裡 訓練了回來 是 根本… 是 但剛剛, 彤哥也在那裡說 剛過去的5號、6號、7號 就是這個七攬的賽事 看到無論是參與的朋友的回應 又或者周邊看到這件事發生的人 都覺得是相當開心的 在香港有一個這麼大型的運動項目 你自己更加, 比我們我想體會更深 你是參與其中的, 是不是 Steph, 你不如說說你自己的感受是怎樣 那… 首先真的很開心 可以參與到香港站的賽事 因為這也是堪稱世界上所有最… 怎麼說最… 氣氛最熱 氣氛最好的其中一站 香港站的賽事 我還記得小時候 我在奧運大樓那邊 也做過一堆文職 經常都是吃午飯的時候 是 都要去大球場後再做運動 經常都覺得, 都是隔了一堂牆 有沒有機會有可能可以進去給一次賽 就是參與做運動員 又或者前幾年 可能我還沒進入隊伍的時候 我也有參與, 進去看球 經常都在觀眾的直望 會不會有機會有一天可以… 站在這裡呢 用來一個身分 對, 能否站在場裡打球呢 我經常在想 對, 這次能進入大球場比賽 也算是夢想成真 是… 很棒 而且我一向… 因為我們以前參加的比賽 沒什麼人看 因為第一晨這麼早 第二, 鬼打這麼遠 所以就沒人看 而且追不到你, 姐姐 所以我們非常羨慕 說一萬多、兩萬觀眾 去欣賞運動員比賽 你那個心情真的很亢奮 很亢奮 就是觀眾的歡呼聲 是完全令我們聽不到自己在說什麼 不停地聽到他們不停叫香港 香港是很興奮的 是… 其實陳蔡琦 你在這個香港大球場那裡 代表你自己的隊 或者為了自己來出戰的時候 有沒有數過多少次呢 我這次是第三次的 第一次就是2019年的時候 我們參與了這個系列賽的外衛賽 有幸在…入到八強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去大球場 和日本對打 那次就是第一次 第二次就是去年 我們就用外隊的身分 參與了這個系列賽 又是進來打 但這次就是對… 紐西蘭的那些強隊 是…就是在大球場打 是… 因為如果說你進不了八強 就要在… 蘇港普 蘇港普的球場那裡打 就是那些初賽 初賽在蘇港普打 明白 但是上次你說 因為未開米前 都對著強隊 一聽到的時候 就會覺得究竟行不行呢 或者我們會表現如何呢 不然如何避戰呢 我想歪一點點大線 回到那次對紐西蘭的比賽 你自己或者隊員之間 怎樣去避戰這件事呢 我想最主要其實 都是心態上的調整 其實說真的 對紐西蘭那些是… 哇…是… 世界級 世界級 就是…在我們就覺得是禮拜 是… 有幸 好像跟明星一樣打過 是一件難人可貴的事 就是…沒有的 純粹要做…做好自己 不要協償 最重要是… 是… 是… 但我有印象 其實那次… 上一年我們是打得不錯的 是… 真的大家都打得很好 是… 所以有時候說 聽到很多一些 參與團隊運動項目的朋友 有時候未必那場 叫做贏了才覺得很開心 很興奮 或者很大得著 反而有一些的比賽 你是覺得… 過程令到… 你覺得表現 大家都很配合 很棒 每一個日運動員回來都說 我覺得今天真的非常之… 未必是贏過那場比賽 很多時候都會有這種體會 是… 是的 即是有時… 就算是輸得很長 但是我們有些… 有些時刻 是…自己合得很好 很順暢 所有事情 就是… 一邊練球 就是想要這個效果 是的 有時候輸贏的 我們沒得控制的 不是贏就輸的 是的 但是… 有時候我們就是… 可能想將… 一邊練習的東西 可以放上去表現給大家看 是的 另外就是… 我又不是說對香港的團體項目 有一些的偏見 最主要就是因為地區的人口少 變成做一支團體的項目 其實要打上去 在國際的賽事來說 有些困難的 是很困難的 但是我弘觀回 看過去這麼多年 其實籃球 是做一個團體的球類比賽 真的做得挺成功的 那你覺得是甚麼因素呢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一直… 那個訓練的基礎 就是由小朋友開始培育的基礎 一直都做得好 譬如我們有很多小型籃球… 叫小型籃球球會 是的 對,我在高紹威運動場那裡 很熱鬧 可能幾歲、八歲的小朋友 都可以開始打籃球 一直慢慢打上去 對,所以基礎人夠多就會… 對,之後就發展出來了 就是培訓的團隊那個梯街 做得很全面 是 由一些很小的運動員開始 一直一直上升到現在 我們今天看到 其實可能是一個成果 是的… 好,說回這次 剛才舉行完這次的七攬 那港隊又是怎樣去備戰的呢 即是你們是怎樣去… 盤算或者計算 怎樣去對…對手 自己… 剛才說的心態很重要 但其實可能體能 或者那個訓練上面 會不會也有些不同的方式 加進去呢 那…首先這次的銀劍賽的賽事 都…多謝各方的努力 我們可以在大球場 參與銀劍賽 再者是… 他們邀請了亞洲裏面最強的兩隊 那…其實中國和泰國 都是我們經常碰面的團隊 是的 那我們怎樣去準備這件事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 其實年初的時候 已經參加了挑戰者杯的賽事 參加了一次杜拜 一次在巴拉圭 那…都對了很多 世界各地不同的隊 譬如阿根廷 P&G 肯牙這些強隊 那…再者呢就是… 我們臨出戰這個七人的銀劍賽會之前呢 我們邀請了英國隊 一起在泰院進行一些練習賽 那…都很多謝 其實泰院的配套都很好 所以其實我們也有充足的體能訓練 還有健康的飲食 令我們去準備這次的賽事 是 剛才你說這次也有對泰國 是 說起泰國這隊球隊 上年亞學雲就真的是… 對, 都是對著他們看的 有一個極度經典 拍戲也拍不到的劇情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時的感受或者戰略 再形容多一點 對, 又贏了之後的心情 帶回我們去當日的場地 對泰國就是… 我們真的好像經常都會五十五十 要不然是你贏了, 要不然是我贏了你 對, 而且我們對上一屆的2018年 就是輸了給泰國 令我們連頭四都進不了 所以這次又有點像一個復仇戰的感覺 對, 我很記得, 真的很記得 當我們知道, 又是, 一定是對泰國的 準決賽 是 是出這個更衣室準備去熱身的時候 是大家很團結的 一起唱歌的 一起去鼓勵大家的 是的, 真是前所未有這麼… 希望贏了, 一定要入球… 追回… 在外面也叫聲勢力氣 是, 我們作為觀眾 當時看那場比賽 心臟弱一點都… 對, 因為有一下… 看得出賽事 有一下, 幾乎要讓他們入球 幸好我們隊長, 高香偉 追到最後, 人家準備飛上去 把球搭震的時候 他也拿著腳, 把球搭上來 令他搭震不到 對, 真是看得我們一額汗 對 當時這件事發生的當刻 Steph, 你是在哪個位置看著 我在牆外 對, 但是在… 在桌子 在外面的時候 你看到這件事發生 你也很…怎麼說呢 可能心情… 大家都靜止了, 看得更快 大家都… 看得到牆外 大家都沒有聲音 是… 看回大電視, 看回… 看回是否真的還沒達陣 然後等到球證一吹 對, 真的還沒達陣 然後全場都應該… 鬆一口皮 鬆一口皮 對, 真的吹一口皮 所以一隊團隊的球員 每一位的球員 他們的心理素質 臨場發揮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你之前在這方面 教練或者一個團隊 是做了些甚麼 是可以提升運動員的心理素質 我們… 譬如我們訓練的時候 我們會玩很多… 那些叫甚麼呢 場景的模擬 譬如現在是黃金入球 哪隊贏了, 哪隊… 哪隊一球就… 思想演習 對, 做了很多… 對, 我們叫做環境的東西 是… 給一個圖片 譬如可能在自己的… 無疑演習 無疑演習 對, 怎樣去… 怎樣去進攻 因為這個比你好像預演了 每一次你熟習了的時候 到真的那件事來到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心理負擔那麼大 對, 因為七人籃球比賽的時間很短 所以其實就是一瞬間就要立刻 要有個決定要做些甚麼 對, 還有要大家都在同一頁的 不可以我想A 但你又想做B 我們要一樣同一個… 知道大家同一個時候我們要做些甚麼 是我們訓練的時後練回來的 對, 陳楚琦 我想請教你 平時我相信在飲食等方面 你都要看得自己緊一點 有個比賽的時候會不會的 都會的 但我更加想知道 就是體能方面的訓練 因為我覺得玩籃球的運動員 他不但爆發力要有 然後下盤那些腳那些 就是要很穩… 很穩陣的 是怎樣操發你每天的操練的時間 整個星期這樣說 是 可不可以告訴我 基本上我們就… 逢星期一、二、四、五 都會有做… 在健身室做健身的訓練 一、二、四、五 是 通常都是的 然後每天都會下場打球 通常只有星期三、六天 就會放假 是, 但其實我覺得… 現在打久了 最主要不是你做多少健身的練習 反而怎樣去放鬆 怎樣去拉筋、休息 恢復 恢復, 是, 因為其實… 很重要 是, 因為做得太多 會很容易弄傷 弄傷之後…就沒有打 對… 所以我有時經過體院 看到你們很多隊友 整個人浸進冰桶 大冰桶 是 那些是幫助你們恢復的 是, 令肌肉不好, 那麼繃緊 要不然每天都持續那麼高強度 就會很快會弄傷 但我們經常都知道拉筋的重要性 中國人有句話 筋長一串, 命長十年 對不對, 但說得很容易 因為有時已經做了這麼多訓練 要去拉筋有點累 但你們是不是真的… 譬如, 可能真的一個小時 有個拉筋的時間 深層拉筋可能拉得更長時間 有沒有計算那個時間 其實沒有特別有計算 因為其實是每個人自己覺得需要多少 譬如我一開始入隊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用拉筋的, 浪費時間 當然我多舉兩下, 不然還好 但現在露了的時候 就會覺得可能我熱身的時間 開始越來越長 就是你比訓練的時間更長 那種方法 是的 那有沒有一些… 就是我們除拉筋以外 就是好像運動系列裡面的一些放鬆方法 就是閒時你都會不會去看看電影 那你的視乎是怎樣的 娛樂客 一定會的 因為我們都很著重那個叫做什麼呢 Switch on 和Switch off 就是懂得什麼時候 開關 對, 沒錯 練球, 我就只是全城貫注練球 那時候我一離開球賽 就不要再想籃球了 因為這樣的人會很累 你要懂得怎樣 令自己完全去想其他東西 去到球場再回來練球的時候 才是最新鮮、最新鮮的 會練得很好 是 我平時會乘下單車, 爬石 他放鬆一下 是放鬆一下, 輕鬆爬的 可以約重哥, 但這樣就有壓力了 因為追不到重哥的單車 我現在很慢 尾燈 正所謂, 休息為了走更遠的路 是的 有時候都要給一個適當的恢復時間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接下來會不會就是很快的兩個月之後 那個也是陳彩麒的目標 圍材賽 圍材賽也是其中一個目標 因為可以拿到最後一張入奧運的名單 圍材賽就是上年我們打了一個 奧運的資格賽的所有的每個州份 第二、第三隊都可以參與這個圍材賽 是的 這樣 將會在六月尾 是的, 將會在六月尾 有多少隊參加 有十二隊參加 就是來自世界各地的 是的 就是… 亞洲了 拿不到入奧運的那些就全部掉下去 就是有資格的就進入了這個圍材賽 那麼十二隊裡面只是… 占一隊 我聽完之後, 我都覺得… 你的心臟… 我呼吸有點緊張 心臟有點跳得快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跟陳彩麒聊一下 在這個籃球的世界裡面 我相信會令到他… 這麼多年了, 對吧? 令到好像已經七年了 一定有很多難忘事可以跟我們慢慢分享 所以稍後回來繼續會有葉文儀和洪重任 還有陳彩麒的講題體談 一、二、三 繼續回來我們講題體談一、二、三 今天有節目主持葉文儀在這裡 還有我們的嘉賓主持紅重任重哥的 你好, 重哥 你好 我都說了, 經過一個小優之後 我發現我更加想拜他為師 加拜他為偶像 因為我發覺我們香港女子 這位七男的運動員, 陳楚琦 我要用一個字送給他 就是個堅字, 對吧? 宋哥, 你聽完他的一些經歷之後 你是不是發覺這個堅字 可以印在他的額頭上? 我有兩個字, 厲害 你厲害, 堅和厲害, 你留三個位置給我們 堅厲害, 堅厲害 因為原來他也是風範高手 厲害, 不如你說一下 香港代表也是風範的 對, 你究竟玩過多少種不同的運動 小時候又打網球 又聽過你玩跆拳 又聽過你玩攀石, 又跑山 怎樣?陳楚琦, 你有這麼強嗎? 不好意思, 韻兒, 在她說之前 有一件事都要交代一下 我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不是說我的志願 是 大部分我的志願都是不行的 做不到的, 但她很厲害 讀書的時候 我的志願就是做運動員 真的被她做到 是 也是經過很多波折 你可以講解一下 為什麼你小時候這麼想做運動員 美美道來 又風範接觸籃球 那就交給你 對, 我小時候真的會把我的志願 成為運動員 可能因為… 我也要感謝爸爸媽媽 我天分真的在運動上 我玩任何東西都很容易上手 我從中就會得到很多滿足感 再加上主流的教育 我在裡面一直都不聰明 我就更加覺得 我只是想做運動員 而且我小時候 有去接觸滑浪風範 滑浪風範的階梯其實跟籃球差不多 都是基礎很大 然後我就有幸進入培訓隊 一直培訓進去 去到某個位置 我就進去青年軍 就想著… 代表香港 準備了 代表香港 真的想著一範風範 對 漢風洗你了 對 但當中遇到什麼? 對, 當中發覺… 那…開始你越玩越高水平的比賽之後 就覺得我真的比較小一點 對, 在大風的時候 真的摸不到成績 對… 正所謂是壓不住煩嗎? 對, 吹到… 吹到不知道你去了哪裡 因為輕綁嗎? 對 原來輕綁也是罪過 也是罪過 還有, 可能我吃的也是這個重量 應該恭喜你 不過對風範來說就沒有問題 對, 一個角度來說是恭喜你 對 那是否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你不繼續玩風範呢? 也可以這麼說 始終我都明白 我的技術真的不到, 我就… 對, 當時同期是有什麼… 一直跟我同期的都是踩紋 踩紋? 是… 也是我的中學同學 是… 也是我的好朋友 是… 是… 還是一直是競爭對手 但是當然, 他們厲害很多 是, 華浪風範 這個持續了多久 今天有什麼機緣巧合 接觸到籃球呢? 我15歲的時候 能夠進入華浪風範的港隊 之後隔了我想大概三、四年 對, 十八歲 之後就沒有玩了 是… 然後有兩年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因為我的志願就是做籃球員 做運動員 運動員 然後… 其實我當時從來都沒有去計劃 除了做運動員, 還做什麼 適逢的時候, 剛剛會考完 那段日子豈不是很失意和很挫敗呢? 會不會… 如果你這麼熱愛… 對, 你這麼熱愛運動員 我真的不知道之後我可以做什麼 還有那時候我看到自己很大 糟了…已經18歲了 我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當然現在看回那時候… 很小而已 對… 還有很多機會 對… 有兩年真的不知道做什麼 我也有接觸很多不同的東西 學不同的東西 例如學跆拳道 我看到這裡 學… 跑山、爬石 什麼都試一下 是 直到有一天在學校外 看到一個運動場 貼了一個籃球的暑期板 剛好他18歲上才可以參加 所以就試一下 然後… 很好玩, 很刺激 其實… 規則也算多 但是… 最重要是你抱著那個球 你就可以撞開所有的人 或者沒有人碰到你 你就會贏 是好玩的 是 所以真的在這裡呼籲 所有體育總會 你千萬不要覺得 一塊海報 或者一個宣傳的推廣 是幫不了一些有志 成為那個項目的運動員 就是因為這樣 出了一位這麼高水平的運動員 真的好… 否則真的埋沒了一個 玩團體項目的一個運動員 是, 但是很有趣 崇哥, 你剛才看 七嵐就是這個團體的運動 但是陳楚琦之前玩的 我覺得比較個人 對 風範 可能是跆拳 或者網球 那個轉變都挺大 讓你選擇 其實你是否喜歡個人項目多一點 對 其實我個人應該喜歡個人項目多一點 對 因為我也比較內向一點 對 不是, 你今天很談得 對 對 就是籃球 我覺得一開始難 是因為要跟很多不同的人去溝通 溝通, 配合合作 對 還有很多時候 對不同的人 你要有不同的方法 是 我後來才學回來 對 對 但是最主要是打籃球的時候 我們同一對球 我們最主要是想達到同一個目標 我們應該用什麼方法 令大家可以向著同一個目標進發 我覺得 對 不過不要緊 這個世界其實有很多錯配 不過不要緊 最重要 因為這個不行 你一定要發掘別的東西 不要說局限了自己 玩別的東西也不行 對 好像你今天也帶了一些物品 上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是 不如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這件就是… 很漂亮, 很有黑色 黑色, 紅色, 白色 對, 今年的球衣 其實特別在 它應該是復古以前的… 即是最早期的時候的戰衣 因為聽聞 可能有機會是最後一屆 在大革區 對, 而且它特別在 就是有名字在後面 即是每件戰衣 都有一個運動員的名字 平時每件都有名字 所以就… 所以就非常特別 然後這個當然要帶上來 是… 剛才說了就是 杭州亞運裡面 今天拿到這個銅牌 是… 這個銅牌是得來不易 但當然… 是…我自己覺得是… 是我們香港女子籃球 是由很久之前的師姐 一直慢慢種樹… 種到我們金界 終於輪到我們 我們爭取回來 對, 他們的功勞都真是不可沒 對 沒有他們沒有我們 前人埋下了很多成果的種子 對 沒有他們沒有這塊牌 對… 好, 其實剛才在上面部分的時候 我不是說 你去過這麼多地方比賽 因為這麼多年 都有很多不同的歷練 要你說回 因為籃球而發生的一些難忘事 你會選擇一個賽事來講 選擇一個訓練來講 其實有些有趣的事情發生 未必是比賽場上的 可能是準備比賽 或者比賽完之後發生的事情 都可以 我覺得… 給我印象深刻 可能就是去斐濟比賽 但去斐濟那次我們是些… 你知道他們是一個很籃球熱情的國家 是的… 基本上你只要拿到籃球 他們就已經很開心了 然後就開球了 就是朋友了 當然他們都是一個 不是很富裕的國家 但是他們是很簡單很開心的 就是一齊一群人這樣追著籃球 玩就很開心了 是 還有比較特別的 他們是… 我們那個不是一個很大的賽事 有些… 是的 有些緋制隊 有些旗下隊一起參與 那他們的看台 很早就已經坐滿了很多人了 是 基本上他們好像不是支持某一隊 是之前在好球那邊 他們就歡呼了 是很… 對, 哪邊好球就… 看好球就進場 就拍手 你一下子做得好 對 對, 很有趣 是 會不會之後真的有些反思 原來人生活其實真的可以很簡單 只是我們可能把事情想得複雜了 有時候參與比賽或去到當地不同的地方 都會有些得著 是的… 就是有時候我們可能… 尤其是我們打比賽 可能有時候把一些得失都算得很盡 但是又回想起來 其實也不用想太多 是的 沒錯 就是有時候大家做… 就算我們犯了一個錯誤 我們之後一起補救 那就可以了 就是有時候不用把一些得失 看得那麼重 是的 最重要是怎樣一起去解決問題 是的 這個也真的學完之後 或者我們叫做有了這個得著之後 可以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 你自己會不會覺得 籃球也改變了你很多呢, 陳初期 也是的 一開始最重要是… 我…我… 我不是那麼… 外向 外向 是的 我知道我們想說出來 是的, 我也會怕手一點點 而且很多事情都會藏起來 放在自己身上 是的 我不用跟別人交代 我也是這樣 但是籃球 原來真的很多人… 很多不同性格的人 原來有些事情 你真的要說得很明白 大家才會明白 是的 我想我自己… 這是第一個得著 是 我覺得第二個得著是… 籃球是一個… 每一個不同身形的人 都是可以打到的 可以玩的 就算我這麼小 又或者可能有另一個很高大的人 或者很高大分的 對, 未必拍得很快 但是他們都可以在籃球上 找到這個位置 對, 所以也是… 對, 鼓勵大家 就是不用被新型 局限你的想法和夢想 今天謝謝陳初期 謝謝 謝謝 看壇動靜, 何靜江 大家好 萬眾球迷足目的歐聯八強手回合 今晚終於開打了 首先上演的兩場賽事 就是英超的阿仙奴 主場出戰得甲的拜仁茂尼克 另外一場 就是西班牙的王家馬德里 在主場出戰英超的曼城 如果四隊的實力 大家都各有千秋 能夠殺入八強 當然有他們的實力在 今晚的一戰 我相信主要是他們 有沒有主力球員受傷 近期的狀態 而且教練的調動也很重要 今晚阿仙奴 在英超近日都保持不敗 看起來全隊都進入最佳的狀態 又是主場 都可以說是不敗之選吧 但是對手的拜仁茂尼克 在近期的表現 似乎陷入低谷 連輸兩場 更加連得甲的聯賽冠軍也保不住 但是他們能夠入到八強 是有他們的實力在的 還有他們的大賽經驗不少 加上如果教練的調動得宜 今晚未必輸實給阿仙奴 當然希望打成平手 第二次回合 回到主場再另計 另外一場就是西班牙的 黃家馬德里主場出戰 英超的萬城 兩隊的實力 又是無雙百重 都是要看臨場的把握 以及教練的調動 不過我個人的意見 就是萬城的前鋒 較好一點 尤其是有夏蘭特 我對他也較有信心 所以這一點我認為 萬城是可以贏到球 伊甲的國際米蘭 昨晚以2比1 贏了烏丁尼斯 已經打完第31週的比賽 現在有82分 高居榜首 領先第二位的A師 有14分 還有一件 昨晚他也創造了歷史 是第一支 在聯賽前31週 每場都有波入 舊紀錄就是 祖雲達斯 在前30週比賽都有波入 不過這個紀錄 已經是2013至2014的賽季 是發生的 所以國際米蘭 已經創了紀錄 美國NBA的籃球上規賽 昨天就打了13場 今天就全部休息了 明天才再繼續 另外世界球球巡迴錦標賽決賽 默克威廉斯在第一階段 是大比分3比5落後 但是在第二階段 他打出兩桿破白 三桿50 最後是以10比5的大比分 反敗為勝 擊敗了火箭的奧沙利文 奪得冠軍 這個中國國家女子排球隊 有一個好消息 因為曾經向河南體育局提出 退出中國國家隊的排球手朱庭 宣佈回歸國家隊 現在朱庭在效力 正在接近意大利的女排球隊 本地超級足球聯賽球隊 東方 終於忍不住 向中國香港足球總會 及裁判小組提出質疑 是主要是裁判的問題 這件事我大膽地說一句 竹總的主席及會長 都有一定的責任 交回給你們兩位 說得這麼大 老靜咬得牙關地說 我們都繼續有責任去推動 這個體育文化 阿聰哥 剛才我想起楚奇說 在飛濟那裡 去有一個這麼好的籃球文化 其實這件事我覺得很棒 你怎麼可以營造這個地方 有這種文化 是放了很多時間下去才行 是, 所以我突然有一個空想 就是去飛濟 你可以不用帶錢 你帶籃球去可以 因為一個體育的文化 其實是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 去建立 以及被人認同 等於香港七人籃球賽 已經成為外國人眼中的 一個每一年要必經的 一站的賽事 其實這個真是很感謝 籃球總會在這麼多年裡的推廣 能夠建立這個國際的文化 真是一點都不容易 所以就是藉著這件事裡面 重哥都很想大力支持和鼓勵一下 不同運動項目的總會 去推廣一下自己那種運動項目的文化 令他們成為一個標誌性項目 大家都要過來這裡 香港這個地方分站的賽事 多好, 對吧 不要小看一張海報 好 想重溫今集的港台體壇123 立即登上港台網頁吧 打電影 總會 蹤 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